星期日下午大約6時 敏感度口岸一段入境行車通道出現大面積沉降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同日隨即發通告證實事件 宣布暫停敏感度口岸入境客運及貨車通關以進行搶收 並且指入境的車輛可以使用其他口岸入境 在星期一早7時位於上水廣場 來往敏感度口岸的直通巴快線頭班車就未有開出 職員說要等公司的安排 或者稍後行駛連堂香園圍口岸 有乘客就知道敏感度口岸地面沉降 不過仍然專程來到車站 看看有沒有頭班車可以坐